最近全球興起一股關於慢食和回歸自然的飲食關係 強調要尊重大地遵循自然食材的生長環境和實力 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人對食物的關係 而慢食鼓勵人們要選擇當地永續栽種的食材 也尊重食物的生長環境和季節性 花蓮理想部在飯店也以慢食的品味和分享方式 希望可以拉近遊客和土地之間的聯繫 理想大地里拉西餐廳主廚陳明洪联手 桃紅百合春天原置食物與精宅手作工作坊 五位各具不同領域的特色主廚 共同呈現慢食光饗宴的活動 這場餐會每場仅限32位賓客 在饗宴中主廚們將分享花蓮在地的食農和食材溯源的故事 並將多年的烹飪技巧呈現在餐桌上 讓賓客從飲食文化中深入的了解部落美食和慢食的真諦 同時追求純淨和安全的食物 享受原汁原味的美食 我們上街搭配的是一個小小的七星辣椒還有我們的西辣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是蠻明顯的 就是說流行用傳統的食材 在地的食材來去做一個表現 那它會用流源於以前傳統的原住民的這個呈現的方式 我們用比較新的新的白髮新的呈現的方式 它在融合原住民的這一些 蠻多數色不相的這一些 現在的葉子啊 然後這些這些船啊 這些廚樓等等這一些 讓它的這個風味跟感情跟味道 有一個新的風華 半時光饗宴中 共有六道經典的菜色 每一道菜品都彰顯了花蓮十三鄉鎮的獨特風味 前菜花蓮十三鄉鎮的三海野味 以及極具魅力的炭烤脆皮乳豬 經過原汁絲廚的旋轉燒烤秘訣 使乳豬的外皮金黃酥脆 肉質軟韌多汁堪稱是極致的享受 而阿美族之魂石頭火鍋 不僅展現了阿美族取之自然的食文化 更將中央山脈的美味和回蘭的海鮮 鮮甜完美的融合呈現了三海之爭 我覺得曼食廚師透過這樣的交流 然後被捧妹出去 然後被看見 然後透過媒體或者是Youtuber 或者是個店家 還有來餐食的客人 我覺得就會被砍尖這樣 但我覺得曼食的精神 不是只有在吃而已 應該是慢慢生活慢慢享用 而不是快步行走做這件事情 今年最後一場的盛宴曼食光 如果你是美食愛好者 提前預訂十月二十的席次 別錯失良機喔 一同品味花蓮的在地美食 和部落的文化 體驗曼食的真諦 記者林杰 收封箱採訪報導 給大家看 野獎